没水 我们今天把车开了屠居来了 到这来玩一玩 结果没水 我问一下为什么没水 是不是要办手续才有水 以前是70块钱 有水没电 我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边有个大锅罩 可能是玩烧烤的 我看了一下 它这个地方呢 虽然是营味 但它上写的是烧烤台 突居露营烧烤台 19号 我看看这个谁 也没水 我也来过几次 没什么房车 那边有一个清卡房车 是他们营地的 自己的房车 这个呢 就是个烧烤台 可能很多人在玩烧烤吧 真正露营可能房车不多 我们也是探索 这地方现在目前停水 问了一下 这边呢 水电还是有了 150一天 大家觉得贵不贵啊 油不多了 我先去把油给加了吧 这周边的环境还是很好的 场地还是很大 其他就是一个营地酒店 房车酒店 出发了 由于营地停水 再加上150一天 我们决定离开了 以前这里我也来过 问过 过去是没有水 70块钱一天 玩房车呀 就是为了节省一些开支 增加 如果是150一天的话 还真不如开个房 好一些 这个营地面积很大 环境也不错 但是房车呢 更加需要一个自我的环境 一个纯属自然的环境 现在房车营地啊 多数都是收费150到100 我也遇到过300一天的 作为一般的房车爱好者来讲 还是不能接受的 房车的发展确实需要营地 营地发展呢 确实需要经费 房车营地收费较高的话 房车车友是不会买账的 一方面营地呢 需要投入 另一方面 房车车友呢 需要实惠 二者中间的矛盾 怎么样才能化解呢 能不能建一些平价的营地 设施不一定这么豪华 水电到位就行 有的车友呢 停一到两天 车上的电足够了 只要能保证水的供应 就够了 目前纳兰小宝的方式 是最合理的 大家认为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留言 转发 评论 点赞 谢谢大家